九十一,投資理財,災後股市重建需要關注要點 2015年7月27日投資理財045環球財經黃敏石康宏證券及資產管理董事計中央暴力救市後 A股經已連續三週上升,企穩於四千點合理值以上收市 然而仍有資金繼續從中國股票基金流走 事實上近周新興市場股票基金,也錄得資金淨流出情況 相反,已發展市場股票基金,則營錄得熱錢流入的情況 模擬過去兩週中央激活市場流動性,使內地許多股份作出報復式反彈 平息了市場恐慌情緒,但短期投資者信心,仍是於中央未來推市的取態 早前有報導指中證監證研究,如何推出救市措施 事實上內地國勞資金於本月上巡起,僅數州購入的資產總額 以高達數萬億美元,然而因涉及範疇較闊 故筆者相信中央退市,最快可能是明年的事 廖會已成立 轉讓與石保及養老金等方式進行 降低稅於已給市場拋售的壓力 然而,其間中證監對退市的部署言論,仍值得注意會否對市場造成波動 中此原AA股牛市使命尚未完成,但要促進內地股市健康發展 還是要強制養老金及機構性投資者進入股市,鼓勵民眾將收入的15%至18%投入養老金 才能促進股市長期發展 此外A股早前尚未成功把IPO機制改成註冊制,集資能力仍可提升 展望下半年,入市資金轉向個別題材炒作 中港股市第四季仍有機會上市今年高位,但因可抵押資產數目和金額下降 流通性需逐步改善,會令兩地股市短期升幅速度放緩 為選股概念思維,與上半年不盡相同 下半年再招企業盈利,主題取代需多花心思配合 不過內地市場流動性充裕,貨幣改革寬鬆方向不變 防止和實體經濟分流資金不明顯,災後股市重建升勢也非難事 和實體經濟分流資金不明顯,貨幣改革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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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